大家好,我是小杨,今天用包菜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美食。 首先我们用擀面杖把包菜敲打一下,然后再对半切开,去掉中间的硬结。 在改刀切成宽一点的条状。 切好之后抖散,收在盘中备用。 准备一块肉,先切成薄片。 切好之后,在改刀切成条状。 切好之后,收在盘中。 再切点葱花。 再准备上一些鲜面条。 先准备一个笼,在上面刷一层食用油。 把面条放在上面,抖散,铺均匀。 然后放入锅中。 水开计时,上锅蒸五分钟。 下面另起锅,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把切好的肉放入里面。 炒至变色后,在里面放入葱花。 炒出香味。 再加一点的老抽上色。 炒好之后,再把包菜倒入里面。 先把包菜翻炒均匀。 放入锅中。 再加一勺蚝油。 再加一勺蚝油。 加入食用盐。 以平时炒菜多放一些。 再来点味极鲜。 一勺蚝油。 充满地搅拌均匀。 像这样,翻拌均匀之后,里面加一小碗清水。 这个时候,再把蒸好的面条放在里面。 盖上盖子。 用中小火焖煮三分钟。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。 我们再给它搅拌一下。 面条会慢慢地把里面的汤汁全部吸收掉。 这样吃起来更入味。 把面和菜充分地搅拌在一起。 像这样拌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像这样一道超级好吃的包菜煤面就这样做好了。 既可以当饭也可以当菜。 鲜香味特别的好吃。 最主要的是做法特别的简单。 喜欢这个简单做法的朋友可以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。 我是小杨。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击下方关注。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